刚刚看到司马南老师发了一张应该是莫言粉丝怼他的一大段话 我从头看了几遍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怼司马南老师的 的确比怼我的那个视频高住好几个量级啊 像我怼我的话就是因为我在说莫言嘛 怼我直接就是开始问候 你懂得吧就是各种问候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啊 其实也有我之前说过的几点 首先来讲你说一个纯外行讨论内行是吧 那么应该是指的这个司马南老师 以一个社会学者或者评论家的身份去评价莫言 这事啊我之前就举过一个例子 你说一个食客一个去吃饭的人是吧 端上来端上来一盘公报吉丁也好 或者金酱肉丝也好 我尝了一口我说不好吃 可以吗有权利吗 当然有权利啊 而且必须说出来好吃不好吃啊 没必要我非得成为一个厨子之后 我才能说这个厨子的厨艺好不好 他做的东西好不好吃吧 只要我的味觉没有问题 色香味是吧 我能看到我能闻到我能吃到 那么我绝对外行就可以评价你内行 而且之前一直有这个包括我的私信里边有这种 就是说你你你个傻玩你也没写的是吧 你你就去评论一个作假 还有好多人把这个司马兰老师和莫言放在一起 说哎你去书店看一看那个司马兰的书能卖几本 是吧那个莫言的书能卖几本 这点我早就说过了是吧 莫言他是属于德勒诺奖的 他必然会在国内来讲的话 他的地位会很高啊 所以说把他的书摆出来没问题 而现在司马兰老师 尤其是这些年 主营他不是写作吧 对吧 主营主要是社会评论呢 包括从上个世纪就开始的 就各种各种打假呀 这种人对于社会来讲 我觉得他的作用远远大于一个抹黑自己祖国 抹黑自己人民的作假 这一点抹黑粉丝可以来评判一下 然后还有说这个影响力 说买粉丝说民粹是吧 就相当于是带领我们这帮无知的司马兰老师的粉丝 去去怼这个怼那个呗 我告诉你啊 就从莫言这 从这个司马兰老师说莫言这次事件开始 我意识到一个非常清醒的东西 就是像莫言这一类的粉丝的话 基本上都是无脑的 就是他们才是去不读书 不上学的人 他们绝对没有看过莫言的颁奖词 也没有看过莫言的得奖之后的演讲 也没有看过莫言的哪怕一行的文字 他们只是在捍卫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们在捍卫莫言得了诺奖 你们就不能批评 莫言得了诺奖 所以说他就是国内水平最高的 真不是啊 莫言得奖的第二天就那么多作家站出来 他只是最适合西方人的口味 换句话说还拿做菜这事这事来讲 很多外国人他就是吃不惯中餐的 很多外国人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个房子租给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他们认为油烟太大热量太高 但是实际上呢 他们自己的食品才是最不健康的 而我们的食品是最健康的那一类 然后还有这个历史是吧 历史说评论不评论 我告诉你啊 有些东西可能会变 但是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变 你说就拿这么说吧 有些人的话来讲 在我看来真的就是勾股定理 三四五就是可以组成一个指甲三角形 这东西你放下去一千年 他还是这样的 反观那些啊 心里边没有任何真理 没有任何信念的人 他只去捍卫什么呀 只去捍卫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并且他们很善于抱团 从这次有组织有有进攻进攻性质 有车队性质的这个表现来看啊 怼司马南老师的人呢 真的绝对不是一个个单单的个体 他们很厉害 我承认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 还有一个这个戴着有色眼镜看文本是吧 然后其实最可笑的是吧 把这个司马韩老师形容成为一和团的大师兄 先说一字呦 你知道一和团当时出来的时候干了啥事吗 一和团专打洋人 专打外国侵略者 咱就不要从别的地方角度来理解 一和团当时他的确这么做了 就专打外国人 你想这些对尤其以这一位对司马南老师的这这这这这货是吧 他就是一和团当初绝对要打打的人 而且不要扣帽子嘛 什么一和团一和团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清朝清朝之后是民国民国之后是新中国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然后最后这个啊 又说这个断章取义啊 扣帽子啊 是吧 要打倒鲁迅 很多人之前我也碰到过 非得说是啊 你说莫言 说莫言只批黑暗 是吧 然后你怎么不批鲁迅呢 是吧 鲁迅也是揭露黑暗的呀 之前我拍过视频啊 就说以鲁迅的药为题来讲 鲁迅的药里边啊 有好人有坏人 有愚昧啊 有清醒 有好有坏 那就意味着肯定读者 你可以选择支持里边的好人 也可以支持坏人嘛 你可以支持愚昧无知 但是你也可以是头脑清醒啊 而在莫言笔下 除了外国人 那真的是各种美好 各种聪明 各种友善啊 到了咱自己 至少至少是活在一八几几年的人才能做出来那些事情 而且我感觉啊 像一八几几年的人都够呛能够达到莫言笔下的标准 所以说吧就从这个你想对斯马安老师的这个人是吧 看起来好像是聚聚在里 但是实际上啊 没有一个在调上的 所以从这点也可以相信啊 这个斯马安老师的粉丝最后绝对是胜利者 而莫言啊 早晚会被更多的人去接触出来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到底是谁 所以嘛 我觉得对于这件事来讲 信心十足 你觉得呢